Led微小化技術 台湾在全球市场盈利风骚 苹果专卖店里头 这一面400寸的电视墙 就是采用mini LED技术 过去的户外显示屏 基本上LED的颗粒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mini LED 毕竟它的颗粒的尺寸小了很多 那它所谓的fine pitch 就是它两个LED中间的间隔也小得非常多 原本一个LED要呈现的 它可以变成四个LED呈现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它那个细致度来讲的话 由一变四 LED面板技术再提升 mini LED的终端电子消费产品 一定要够吸引人才能引爆市场商机 苹果将在2021年第一季推出iPad Pro以及笔电 全面采用mini LED背光技术 苹果光照亮产业前景 也决定高阶显示技术的主流发展 苹果在一年需求的平板加笔电的量 是超过6000万台的 那也就是说我需要超过6000亿颗的LED的一个总量 那如果你再把其他飞瓶阵营的装置算进去的话 那有可能一年就需要一兆颗的mini LED的一个精力 那一兆颗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比台湾最大的LED精力的龙头厂商的产能 还要来得更多的 苹果的推波助来也被视为台厂翻身的契机 因为台厂掌握LED微小化的关键技术 开启mini LED元年 其实mini LED顾名思义 mini意思就代表小 通常是介于50到100micron的大小 就是相当于人的头发的出息 研究市场趋势超过14年 资深基金经理人许静基剖析产业风向 他特别点出mini LED因为够小 所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 过去传统的LED面板显示器 都为测光式或直下式 透过导光板把LED发出的光 导到整片面板靠灯的明面 来主导一幕显示 但mini LED可以让LED精力 全阵列密集的点阵排列 全阵列的mini LED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毕竟它打了1万多颗的LED在上面 所以它可以把整个画面切割成几百个区块 它就可以所谓的做一个区域调光的部分 很明显的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谓的真实的黑跟真实的白 相对于AM OLED的显示技术来讲的话 它也是拥有了高亮度 而且是产业比较低 然后低成本的一个优势 拿现在产能大释放的OLED来相比 mini LED饱和度高 对比度好 没有色衰以及过热问题 使用寿命 续航力也比较长 面板萤幕可以显示真实颜色 视觉效果自然大幅提升 而现在正是抢攻消费者眼球的绝佳时机 很多东西是有回不去的这种概念 那消费者偶尔是被养坏的一个概念 在终端应用面上 mini LED大扫通吃可以切入户外萤幕 电视 商用显示器 还有车载萤幕以及电竞萤幕 从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来看 mini LED导入产业应用 在2019年的市场装置 约有324万台 散布在显示器 电视 还有智慧型手机三大领域 不过预估到了2023年 全球规模会成长到8千070万台的装置 年复合成长率达到90% 其中成长最快速的就是汽车应用 出货量将上看3千570万台 其次 则是智慧型手机 还有显示器 台厂上游的LED晶片 封装 然后到整个LED的那个 精力的检测设备 那SMT打件 到背板 到驱动IC 到背光模组 然后最后就是形成一个整个面板模组的一个方式出货 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台厂在这个供应链相对于韩国跟中国 都是相对完整的 八个阶段 台湾大概都有 韩国在这一次的一个落后程度是 可能是有半年到一年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中国大概是辖着成本的优势 但是以夸乐题来说的话 基本上还是甚至会有一到两年的一个差距 台厂领军下 MINI LED长线看窍 全球产值也渴望大爆发 有机会从2020年的1亿美元 成长到2025年的12到15亿美元 其中又以IT 还有电视成长最快速 明年陆陆续续看到所有的笔电 平板 甚至监幕还有TV的部分 都开始内建整个MINI LED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基础 AMO类的TV 价格可能要10万 那可能基本上在MINI LED的部分 可能6万以下 应该就可以 过去台湾LED产业 因为韩国还有中国的消价竞争 让台厂持了门亏 导致亏损 如今掌握了MINI LED高阶显示技术 主高门槛 随着渗透率持续提升 全力冲刺 赢得先机 欢迎新闻 简易林黄玉杰台北仓报道